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國務院記者會上 對於香港的局勢表示關注 而且就著《基本法》23條立法 他作出了明確的反對表態 到底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美國是憂慮中國政府日益增加對香港管治所作出的干預 而侵蝕香港的自由並不符合中共當初所作出有關一國兩制的承諾 任何試圖強行對香港實施過於嚴格的國家安全法立法 都是不符合北京所作出的承諾 並且將會影響到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他這番說話其實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就是去到國務卿這個層級的美國高官 首次出來表態反對香港就著《國家安全法》立法 而且也是首次將《國家安全法》立法 跟美國在香港的利益進行掛勾 扣連起來 這個以前是未試過的 顯然美國就是要借著美國在香港利益作為設立點 否則他亦是無從反對的 你立法跟他屁事嗎? 對不對? 但不是的 當這個立法原來是會影響到他的利益的時候 他就有權來發聲 這個其實對於所謂的國際戰線 亦都是有一定的啟示 當香港人要求其他國家要為香港發聲的時候 人家憑什麼幫你忙呢? 為什麼要幫你忙呢? 你就要解釋給別人聽 原來香港的問題是會損害得到其他國家的利益 人家自然有這個立足點來幫你發聲 《史記》的《科席列傳》也有提到 天下稀稀皆為利來 天下樣樣皆為利往 為什麼呢? 天下人其實都是為了利益蜂擁而至 而亦都是為了利益而各散東西 這個語意是什麼? 就是說 天下人都是為了利益來奔波勞碌 樂此不疲 所以利益很重要 利益正正是維繫國際關係的其中一樣 非常重要的東西 如果是沒有利益的 外星人也不騷擾你 為什麼中國擁有這麼多阿非拉的朋友呢? 正正它就是在這些國家大搞大撒幣的外交 進行金錢援助 為什麼中國是能夠撬走台灣的邦交國呢? 又是因為利益 所以利益很重要 第二個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發出一個非常強烈的信息 就是告訴中國政府 若然在香港推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 肯定就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地位 同時派出國務卿蓬佩奧 其實也是在回應中聯辦早前自行全息《基本法》第22條 他們就是想嘗試美國的底線和反應 奸使就告訴你 因為中聯辦去自行全息《基本法》第22條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反應得到 中央政府其實就不需要再搞什麼釋法了 他只要通過這個駐港機構 來自行全息《基本法》的話 就任他來解讀了 今天中聯辦可以自行全息《基本法》第22條 第二天香港立了這個《基本法》第23條的時候 他也可以同樣地自行全息《基本法》第23條 比如說什麼是國家安全呢? 可能在中聯辦的眼中 是包羅萬有的 什麼都包括在內的 那就糟糕了 香港其實為什麼到今天都仍然可以維持到一個獨特地位? 為什麼中國又要搞上海的浦東 搞深圳前海 都沒有辦法取代到香港呢? 已經發展了十幾二十年了 摩天大樓都起了好一棟 硬件就已經學到十足 甚至乎是超越香港了 不過那些軟件就不行了 到底你揭曉了什麼呢? 正正就是這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言論自由 資訊流通自由 資金自由流動 以及健全的法制去保障知識產權等等 中國就是做不到這些事情 所以至今仍然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城市可以取代得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然香港早就棄之如弊 玩完很久了 好了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你現在又說要搞《基本法》第三條立法 你肯定會使得國際投資者覺得到時香港的法制會不會變成像大陸一樣呢? 如果變成一樣的話 他們在香港的投資利益就會失去保障了 到時便可能會撤資 或者將區域的總部轉移到台灣或者新加坡 當然很多香港市民都會覺得 香港的法制制度已經死了 尤其是針對抗爭者的判刑 是特別不公平的 只不過對於那些商界來說 他們只會在乎自己的利益會不會受損 所以在商界眼中 其實香港法制仍然與大陸有所區別 他就繼續在這裏做生意 若然連這個區別都沒有的時候 他就走投了 很簡單 到時是真的 法治已死了 就全死了 現在死在平民身上 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 還未有影響 但立了這23條 那就真是沙喲喇喇了 除了國務卿蓬佩奧表態之外 其實還有八名 有份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參眾兩院議員 跨黨派的 曾經去信給蓬佩奧 這封信裡寫什麼呢? 他們就說 中共持續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 中共官員要求 香港就著《基本法》23條立法 將會進一步限制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 去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要求國務卿每年都要向國會提交報告 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權 來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 包括繼續被視為獨立關稅區等等 這群議員聯儲信中 要求蓬佩奧 在五月底發表的那份人權報告中 要全面清晰和準確地 評估得到香港的自治情況 也有需要通過法案所賦予的權力 向中國政府發出重要信息 就是若然北京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便必須負上代價 這就是那群議員所提出的要求 到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年度報告 到底會怎樣寫呢? 大家都傾向相信它的措辭會強硬 但是到時會否再列明一些條件 若然符合後便會啟動制裁機制 或者符合某些條件 便會撤銷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就不知道了 若然寫到繼續不清不楚的話 其實根本上是沒有作用的 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便會變成一頭子老虎了 希望他到時寫得清楚些細節一些 另外就說一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 本來本來是放假的 但是林鄭繼續在Facebook上發表貼文 她說什麼呢? 她說 香港已經連續四天出現零確診個案 目前來說就是守得住的疫情 其實跟特區政府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都是依靠市民的治律 她繼續說 透過政府接近三千億元的支援方案 香港說她也能夠撐得過經濟的寒冬 但是她擔心香港是撐不起不斷的政治摧殘 和死灰復原的暴力折磨 到底這件事是不是在說自己和香港警察呢? 什麼叫做不斷的政治摧殘和死灰復原的暴力折磨? 這個始作俑者到底是誰呢? 我請問 明明是你去年主動搞逃犯條例的修訂 搞了一鍋足 你不搞就沒事了 當時你還很怪那些市民走出來反抗 你有沒有搞錯? 還有 什麼叫做暴力折磨? 就是你那些警察 對不對? 之前一出街就亂打打那些年輕人 好了 現在因為疫情 示威活動就減少了 於是否就向自己的上司、同事 或者是自己的老婆、子女來發洩 不能不認 這些新聞也有報 有畫面出來的 對不對? 這些人在做什麼呢? 什麼叫做暴力折磨? 到底誰暴力折磨誰呢? 請問 接著他繼續說 適逢一年一度的國際勞動節 為了表達社會對婦女勞工的感謝 立法會以郭榮鏗議員為首的議員群組 可否臨艾勒馬回頭是岸 馬上被停擺超過半年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選出主席和副主席 使得立法工作不受阻礙 令到 將法定產假由十個星期延長到十四星期的修訂法 能夠盡早通過呢? 喂 這個始作俑者又是你這個建制派? 喂 若然這個李維琼是退選的話 就可以搞定了 很快可以選出主席和副主席 李維琼退選 由他去主持會議 一天都光亮了 什麼叫停擺半年呢? 現在郭榮鏗也是按照這個議事規則來開會 這份議事規則已經經過建制派的修訂了 你改完又改 到最後別人拿著你改過的議事規則來開會 又不滿意 那你不如只剩下一句 就是林鄭說了算 或者中聯辦說了算 用不著寫這麼多規則出來呢? 人家按照規則開會 你又不同意 你想怎樣呢? 什麼叫法治呢? 對不對? 那時候你又寫這段文章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要告郭榮鏗? 是不是要說他公職人員行為適當? 還是要取締他的議席? 你就入稟法院司法覆核 DQ他 對不對? 你去做吧 你做得出的 用不著寫這些鐵文? 完全沒有意義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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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